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的夜 最近,北京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可以说是继武汉之后另外一座最危险的城市 算是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一个标杆性的城市 也许就像很多人认为的 北京从来就没有什么二次爆发 只是一直在隐瞒,一直在爆发 那么为了方便称呼呢 我们还是叫它二次爆发 但是由于北京呢,它是首都 而且是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大城市 所以很多事情呢,都是特别敏感 什么小事情放在北京都是大事 现在的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 但是不管如何,北京的疫情呢 在我看来呈现出的是一种高压下的爆炸式的增长 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比武汉更加麻烦 甚至是二次点燃整个中国 那么继钟南山张文宏之后啊 中国政府现在又造了一个抗疫的专家 就是来造神,他叫吴尊友 事实啊,可以说最终都会证明 这些所谓造的神呢,怎么造出来的 那么在信用破产之后呢,都会怎么样倒下去 因为他们开始啊,靠说几句有限的真话 来吸引人气,来赢得大家的信任之后呢 就开始彻底胡言乱语了 开始为官方无耻的背书了 所以注定他们呢,也不会长久 在6月11日北京的疫情二次爆发之后 不到一个星期 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就宣称 北京的病毒疫情呢,在北京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啊,很多迹象都显示 北京的疫情没有得到控制 而且在加剧 这几天,五个省的医疗队支援北京的消息啊 就被各大媒体都报道出来了 那么这些医疗队,它主要来自于江苏省 浙江省,山东省,荷兰省 湖北省,以及中国疾控预防中心 特别是湖北支援北京 这个消息啊,非常引人关注 武汉的同济医院呢 对口支援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武汉的协和医院 对口支援北京的协和医院 而武汉大学的中南医院 对口支援的是北京医院 可以说武汉在抗疫中表现比较优秀的医生和护士啊 基本上都来支援北京了 他们主要负责核酸的检测工作 那么武汉这波医生护士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酒精考验 百炼成钢啊 算是经过武汉的大场面的淡脸 特别是武汉医疗队支援北京的消息啊 也在自媒体上讨论的非常火热 大家都在猜测 有的网友就质疑说 北京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需要调集五个省的医疗资源来支援 根据昨天更新的数据 北京现在的确诊病例是227例 而中国最好的医疗系统和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呢 几乎可以说很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京 北京的医院比纽约的都多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北京市仅三甲医院就有73家 难道73家三甲的医院 他的医生还收治不了227个病人吗 平均每家医院才分配三个多人 200多个病例对于北京 可以说应该是小事一桩而已 那么哪里会需要全国的医疗系统来支援呢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北京人的命比较贵 这几天有个事情呢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应急委员会的委员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刘锦元教授 他有一个说法 他说是现在不能再沿用当时武汉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 说是现在不能再沿用当时武汉治疗新冠肺炎的方计 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制定新的治疗方案 很多网友就质疑中药对新冠到底有没有作用 暂且不说 那么同样的病到北京这里就要换药方了 难道当初武汉人都是在当试药的小白鼠吗 难道北京人他是在享受特殊的待遇吗 让武汉人给他试药吗 所以说全国持缘北京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北京人的命是不是比较贵的问题 需要全国持缘 那么另一个需要全国持缘的理由 可能就是说北京的数据在造假 实际的情况比公布出来的要严重的多 所以才需要这么多神的医疗资源来支持 我历来是喜欢引用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和信息 然后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来打他们自己的脸 武汉有说北京疫情得到了控制了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北京各个区的风险等级 它还在上升呢 接着昨天北京又新增了两个肺炎疫情的高风险地区 累计现在是四个高风险地区 37个中风险地区 遍及北京的十个区 昨天北京市丰台区新村的街道 大兴区黄村镇由中风险调整为高风险 北京有16个区两个县 10个区都是中等和高等级的疫情 基本上占了一大半 所以从北京市官方公布的疫情地图来看 北京的疫情在地理面积上还在快速的扩散 而北京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疫情处于二级的城市 最严重 15日北京官方宣布 全国就进入了战时状态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可以说 而10天前北京刚刚从二级调整到了三级 所以这个操作就有点尴尬 刚刚把风险下调了 然后又上升了 除了北京恶化之外 北京的疫情也是波及到了河北 浙江 四川 辽宁等五个省份 引发的病例总共达到了20例 周边省市也纷纷限制北京的人员进入 同时也限制本地区的人员进入北京 可以说北京已经享受到了 和当初武汉一样的被歧视这样一个待遇 就算北京它到处搞特殊化 到处防外省的人 最终也没能阻止病毒攻信北京 那么现在可以说是防火防盗防北京人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地理面积上疫情是扩散了 第二个呢 北京在交通管制的措施上是在进一步收进 现在是有封城的趋势 这几天北京市全面提升了应急响应级别 从三级调到二级 有关部门呢 对更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密切接触和关联的人员 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进行了核酸检查和居家观察 对所有小区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住宅小区呢 严格实施人员进出登记和测量体温 而目前呢 北京全市所有的小区啊 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而北京的大部分村镇也全部都封了 只准进不准去 因为很多菜市场被封闭了 所以导致北京的物资供应呢不畅 北京的物价很多地方开始上涨 比如说有的超市里面的西红柿 黄瓜 韭菜等一些蔬菜就翻倍了 有的蔬菜甚至上涨了几倍 而除了封社区封菜市场之外呢 甚至有的网友说呀 中南海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封了 人员车辆都不准出入 那么但是消息啊 这个消息还需要得到验证 所以目前的北京可以说是一片萧条 往日车水马农的长安街啊 空无一人 很多地方啊都是武警维稳人员 气氛十分诡异 那么难道是担心大家趁疫情的时候去作乱吗 目前北京很多啊 长途客运站都已经停运了 北京已经是双向封了十多条高速公路 很多地方呢 在路边竖起了招牌 说你如果要出北京 必须要提供七天之内核酸检测的证明 就是说你七天之内的核酸检测是没有问题的 否则你是不能出城的 所以从这个要求来看啊 北京已经基本上处于一种封城的状态 那么除了长途运输 北京机场的航班也被大量的取消 人民日报的推特就说啊 北京两个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星期三呢 取消了1255个航班 包括615架次的出港航班 取消率是达到了67% 而进港航班呢取消了640架 取消率达到了68% 所以综合起来看 北京两个机场进出港航班取消率啊 基本上达到了7成 有1255次航班之多 目前呢多家航空公司啊 可以说都在提供免费的退票的义务 所以现在北京的情况就是啊 基本上就是武汉封城之前的那种状态 人心惶惶啊 谣言四起 大家都处于一种恐慌和不安的状态中 都担心北京像武汉一样一夜封城 所以很多人呢 开始在想办法离开北京 那么这当然不是启人忧天 武汉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啊 当初武汉 政府也是在一边喊 说不会人传人 然后一边呢 紧急封城 在正式封城的八个小时之内啊 就是封城之前 有30万武汉人呢 就挤满了各条高速公路的出口 像逃命一样离开武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北京像武汉列的封城 可以说已经是不远了 如果真是这样 意味着2400多万人呢 将被关在城内 将创造一个新的记录 打破武汉 当然这也是一个 比武汉封城更大的挑战 和更大的麻烦 而前几天 一个北京人在网上求救的信呢 就在海内外媒体上广泛传播 他说 他所在的北京小区呢 被突然封闭了 家里面的食品短缺 燃气呢 也没有了 不能出门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其实啊 就是疫情期间 武汉人求救的一个翻版 因为那时候很多武汉人通过各种方式求救 包括那个敲锣旅啊 对不对 但是那个武汉敲锣旅最后是反咬方方 有他这个案例在啊 不知道现在这个北京人求救 还有没有人去帮忙 而今年年初呢 一位武汉的护士长啊 就对家人说 千万不要相信政府 一定要靠自己 这是他得出的金玉良言 他应该是知道内情的 我相信北京人呢 应该都记住了他这句话 所以这次呢 北京人心惶惶 很多人都在计划离开北京呢 就是一个证明 有多家媒体的消息显示 北京有大量的人员 为了避疫 加进出逃 尽管有大量的航班被取消 但是离开北京的班机啊 都是班班客满 北京火车站也寄居了 大量准备出城的人 很多人因为没有 7日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 所以他无法出城 那么这应该也是为什么 北京人核酸检测 非常激积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要看啊 要彻底控制病毒 最好的办法 其实还是扩大检测 所以最近看到很多视频啊 都是北京人一窝蜂 拥挤出去啊 做那个核酸检测的 画面 尽管核酸的准确率只有三成 甚至有的是不到三成 比如前几天呢 一个人在北京呢 他做了九次核酸检测 但是前八次啊 都没检测出来 直到第九次才成阳线 那么大家自己算算 这个准确率啊 他到底有多高 当然核酸检测呢 他有很多地方是强制做的 有些呢 是自己主动去做的 毕竟如果检测没有问题啊 就相当于拿到了出城的门票 北京市迅速扩大核酸检测能力 截至六月二十日 核酸检测的机构啊 从九十八所扩大到了一百二十四所 当天最大的检测能力呢 也从十万份 扩大到了二十三万份以上 那么如果采用五比一混减 采用这一种方法 可以说每天可以检测近百万人 当然北京现在有没有这样检测 目前还不清楚 所以北京呢 这一周来被爆出疫情之后呢 在医院以及体育场等很多地方啊 每天都有大量的民众啊 来做核酸的检测 根据媒体报道啊 那么这一周已经有七十万人 进行了核酸检测 但是北京市 但是北京市两千四百万人呢 大家想想全部要检测完要多久啊 但是核酸检测的现场啊 确实不敢恭维 人群呢是熙熙攘攘啊 根本上就没有所谓的安全距离 基本上都是人几人 那么如果一个人感染 可以说其他的人全部都会中招 这也让很多人担心 因为这种核酸检测的方式 会增加北京的感染人数 和二次疫情爆发的力度 而现在北京已经传出了一些医院 开始大量病死人的消息啊 殡仪馆每天都在烧感染死亡的尸体 甚至传出了多家军队 武警医院还爆满 还有医院呢因此也是封院了 这次北京爆发到底死了多少人 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官方的数据 所以目前烧尸体呢 也只是一个传言 没有办法得到证实 那么远远不能像当初啊 方斌进入医院 拍摄到一个车里面装八具尸体 像这样有说服力的事情 更没有武汉殡仪馆人员采访的记录啊 作为佐证 所以北京死人的情况啊 我觉得它的绝密性肯定比武汉还要高 那么这需要多方面的素材来证明 后面如果有机会 我会一直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数据 那么除了准备封城 像当初的武汉一样 北京也在严格的控制言论 最近北京著名的异议人士 记者高瑜啊 他就说北京的永定路 铁建 西里 六建 嘉德公寓 白朗园 十一院 二院 国防大学二号院 已经全部的封闭了 另外许多医院呢 以相应称为重灾区 和聚集性感染的源头 他也因为在推特上 报道一些北京疫情的事情呢 他的儿子被所在的单位辞退开除了 而前面呢 那个北京求救的人 在网上发的帖子呢 后来也是被删除了 很多人都在说 北京的疫情 已经成为非常敏感的话题 被限制进行讨论 特别是在网上 但是啊 也有人说 北京疫情 它是小题大做 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被人为引爆的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北京疫情被引爆了 让北京处于戒严状态 是为了限制习近平 从临下回北京 后来习近平在17日晚上 主持了中非团结的 抗议特别视频峰会 然后他发表讲话 所以他一出来之后啊 这个推测 基本上就不攻自破了 当然 言论封锁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被称为 中国哭墙的 李文亮的微博的留言区 他的百万条的留言啊 全部被删除了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这么久没有删除 为什么在北京爆发之后 收紧言论的管控 然后把这些留言 全部删除了呢 可以说确实让人呢 产生很多的联想 当局已经心虚到 您人们纪念一个人 悼念一个死去的人呢 都害怕的地步 那可见他们呢 有多胆怯 关于这次疫情的源头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中国政府最早就是 甩锅给了 挪威的三文鱼 我在上期视频里面就判断 他们会甩锅给这个国家 还一度呢 导致中国海产品的进口商 和生鲜市场啊 大量的开始销毁海鲜 可以说损失也是非常惨重 最终证明呢 这是一场闹局 病毒其实就是来自北京 和进口的三文鱼啊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么后来中国病毒学家 又再次改口 说从基因组流行病学的 初步研究结果来看了 这个病毒跟欧洲当下流行的病毒 有一定的差别 它比现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还要老 前几天呢 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就指出啊 北京这次疫情很可能不是今年六月初五月底出现的 很可能呢 要提前往前推一个月 基本上就是说四月份就已经有了 那么基本上就和两会的时间点是重合起来的 所以这样就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两会代表携带着病毒进京 在北京扩散开来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病毒是北京本地爆发 但是两会代表啊 冒着北京疫情爆发的风险到北京去开会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可能 所以我一直认为啊 北京的疫情它是被故意隐瞒了 那么它主要目的是为了开两会 两会开完了 控制不住了 所以现在才开始爆发出来 控制疫情的重点 中国从来都不是从医学角度的控制 而是从政治方面 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任务 中国政府一直喜欢隐瞒疫情 控制不住了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而病毒啊 它才不会管理北京的政治了 对不对 它想爆发就爆发 那么中国政府之前吹牛 整天说本土的新增 您病例确诊 一人呢 做梦啊 56天 可以说是 现在是原形毕露了 很明显 北京的疫情呢 它已经是失控了 实际确诊人数呢 在中国政府通报的数字后面呢 我觉得至少要加上三个年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啊 除了北京 全国还有哪些城市的数据 是在这样被压着 比如说上海有没有压 广州有没有压呢 会不会 他们会成为下一个北京 那么一旦再有大城市爆发出来的话 可以说 这对中国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才是最恐怖的 习近平主持完中非团结抗疫会议之后了 这几天又是没有消息了 消失利己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啊 现在可以说 这是北京的危难之际 你本人就在北京呢 你应该挺身而出 下基层你去看望一下一线的医护人员 给大家加油鼓劲 对不对 进到你一个元首的责任 那么这才是你的责任和担当 但是啊 想到他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的表现了 我想大家基本上也没有对他做什么指望 天助自助之人 那么不管是北京人还是中国人 不管是因为病毒还是因为三峡 可以说现在都是到了自己就自己的时候了 伟大的领袖和政府啊 完全是指望不上的 指望他们 那么你会一次次落空 一次次掉到坑里面去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随手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